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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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钱伯军叛变事件中 李云龙出动了一个骑兵联合两个步兵营 一营负责包围李家镇 二营负责脚械 然后运武器 唯独没有三营 很显然 三营留在驻地担任防守任务 从这个细节中可以得出 三营基本就是警卫部队的性质 除非全团出击 三营才可能会捞到作战任务 否则他们就只能担任根据地的警卫工作 虽然这个警卫工作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作用却很大 一来可以维护根据地治安 二来也能防止敌特渗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